今天的比赛,鱼子组都是一面倒,小绿营队在防守的时候采用全场紧扯军人,使滑江队没有办法出手投篮,而进攻的时候全场快攻,结果是73比8,小绿营队大胜。 鱼子组的比赛,体力良好的锦文队以58比45战胜了基隆军军,另外一场鱼子组国泰队以优厚的条件,旺盛战区敗了基隆军队,这番球赛的比赛是41比16,鱼子组的南亚,小绿营和国泰都获得了分组冠军。